十二生肖当中,每一个生肖都有自己的运势,不同的生肖不同年龄分出生,他们的运势截然不同。 今天来给大家讲解,生肖只是运势一部分,具体还要分析八字,面向守将来,看一生的运势当中,掌握天时地利人和,规避人生的风险,让自己成功的道路上。 以不败之地,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抓住时机,创造自己的一番认识,不过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哪有那么容易就得到,在十二生肖之中,这五大生肖才会采到狗屎运在五尺天之内,接二连三发大财,横财降临,万事如意,那么到底是哪五个生肖呢? 生肖虎 属虎的他们通常大大咧咧粗心,经常丢三望四,性格豪爽,而且说话好听,有时给人油腔滑掉的感觉,未来五十天内,初耐官的喜得吉星庇佑,贵人成群,到时候运势旺到爆棚,可谓是裁员滚滚,生活上将会衣食无忧。 同时较多属虎的人,虽然目前工作麻烦不断,但是通过不断就错病,且努力向前,随着能力提升,往后业绩中能取得好成绩。 生肖虎龙,龙年出生的朋友,向来性情刚毅,饶有风趣,未来五十天内才运入住田宅宫,借时整体运势提升,正才望横财发,接触好运,贵人成群,生活真是春暖花开。 另一方面,属龙的人工作上典型的加班狂,经常废浅忘食,多注意身体,今后立官尽贵,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福报。 生肖主,属猪的人未来五十天内田宅宫的陆勋即兴照耀,受刺好运,有望一改之前一个月赚钱受阻,生活压力巨大的现状,届时大运加深,贵人成群,横财大发赚大钱,财富和滚滚,好运都跟随他们。 同时,属猪之人虽然目前事业上挫折较多,但是通过不断纠错并且努力向前,随助人脉足见宽广,往后容易升职或是取得理想的业绩。 生肖鼠,生肖鼠的朋友们他们在未来的五十天之内能够越是回转,赚到大笔金钱财富,有望写一翻身,采到狗屎运的生肖鼠, 会有天降好运势,接二连三发大财,事业很容易成功,赚到大笔金钱财富,富贵有余,大吉大利。 生肖狗,狗年出生的人性格憨厚,为人正值传统,他们受到了福星的庇佑,所以在未来的五十天内事业有成,有升职加薪的机会,献煞旁人。 情场方面如鱼得水,大吉大利。 有伴侣的人感情持续升温,幸福甜蜜,没有伴侣的人有望脱单,开始两个人的生活。 虽然好运大概会持续五十天,但是把握好的话注定大获全胜,走向富裕。 人都希望自己能够有钱,不想一辈子都过住贫困的日子。 以上机位生肖的朋友,最近越是喜人,可喜可贺。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正在其中,欢迎为他们留言,祈福,借财皆好运吧,点赞,祈福,分享评论,每一次点赞,每一次分享,每一次评论都会给他们带来好运,带来福气,祝福大家,事事顺心如意,动一动你们发财的小手。 占喜占财气,将会正财如泉涌,横财如雨下,并且喜事不断,好运多多。 喜事不断,虽然之前一段时间有运势低迷气,但五月鼠兔人有此微星高涨,到时候好运连连,贵人解忧,偏财未生正财未喜,今后平安顺心,先苦后甜,并且得到更好的机会发财,富贵有余, 赚钱门路越来越多,财运涨百倍。 未来家中富贵可得,晚景大兴。 生肖羊,五月一道生肖羊一路发,每天都有不同的好事发生。 属羊人做事喜心,他是有规划,他们性格善良,所以人缘好,朋友多,总是能够得到贵人的帮助。 五月一道,生肖羊路和运势,诸事顺利,不光能够遇到自己命中的贵人,并且在贵人的指点下财员滚滚,财路大开。 所以千万不要去惹羊的人,因为他们的钱财都能够把你狠狠地打败。 生肖羊,生肖属羊的人会在五月里财运爆发,做什么事情都特别地顺利,简直就是开挂。 不过也不能过于得意,财运也是很容易流失掉的,一定要牢牢抓住。 经过此机会后,定能赚得盆满钵满,还能把自己的运势提高,让财神爷常住你家,今后定能大富大贵,富得流有。 生肖马,生肖马的人前几天整体运势跌宕起伏,破财的金额较大,但五月份开始就会稳定下来,稳中有声,观音赐福贵子进门,事业如鱼得水,往后福禄不缺,八面威风,万事皆顺。 生肖狗,生肖狗的人五月份开始就迎来新一轮横财大运,有望一举报复,惊喜不断,在人群中脱颖而出,必定富贵无忧,钱财无忧,好运会一直持续下去,人逢喜是精神爽啊。 生肖狗,生肖狗的人五月份开始运势就能转衰未亡,富贵如流水般涌来,闷声发大财,左拥金山银山,遍地是横财,家门兴旺,家业昌隆,一人发达全家受益,全家跟着他们享福。 生肖狗,生肖狗的人五月份开始被好运包围,没运现了绕道而行,财运大爆发,命中大吉,越是连连上涨,身边全都是横财机遇,把握机会就能横财滚滚,摇身一变隐形富豪,闷声不想发大财。 生肖狗,蛇年出生的人之前整体运势相对欠佳,从而很多人麻烦视较多运势逼色,五月份开始有福星吉星庇佑,届时红运当头,财运杠杠,扛过常人难忍之苦,定位不凡人。 另外生肖狗的朋友有贵人提出宝贵性的意见,让他们的事业扶摇直上。 日后存款将会暴增,夫妻俩百年好合。 生肖牛,生肖牛非常的勤劳,而且做事情一丝不计,然而之前多年的财运都不是很好,导致这个属相的人一直没办法大富大贵,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处于缺钱花的状态。 然而从五月份开始,生肖牛也为命理中有无取吉星相助,从而让财运得到强化,钱财大赚,生活美滋滋。 生肖虎,属虎的人是很能够给人安全感的生肖,他们会无条件的帮助需要帮助的人,平时遇到不公平的事也会挺身而出,而且他们从来不会计较自己的得失。 是很心宽的人,他们从来都是为别人考虑着想,待人宽容,顾全大局,属虎的人后天运势极佳,尤其是在五月份后更是如鱼得水,财运上会出现财神附体一样的好运,使得生肖属虎的人发一大笔横财,钱会多到晚年安享富裕。 生肖虎,属虎的人最善良,他们性格温柔,天生活泼可爱,伟人善良,特别爱护小动物,他们意气,对朋友也是人之一尽。 这样的人,天生福气旺,一生都会有贵人说明,尤其在五月份理工作上受贵人指点提携,事业发展顺遂如意,财酷丰隆,家庭和睦,富容欺贵,安享幸福人生。 生肖虎,属虎的人最忠诚,他们个性耿直,正义当先,做事认真,对朋友大度,甘愿自己吃亏,他们善良,极具同情心,朋友遇到困难,绝对拔刀相助,一生贵人运旺盛,广交之友,事业发展顺遂如意,一生福旺才多,幸福贵运。 在五月份时的时候,生肖虎狗的人将会得到他们命中的大财运,这是一笔数额非常庞大的偏财啊,直接影响了生肖狗后半生的经济状况,接住后半生就不用发愁了。 生肖虎,属虎的人最老实,他们生性随和,为人心胸宽广,乐观善良,对人真诚,一生逍遥快活,愿意为朋友真心付出,是典型的老好人。 他们宁愿自己吃亏,也不愿意让朋友经济受到损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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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